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两个弟弟朱居后刘章死了 督母后刘兴居自杀了 刘邦的这三个最优秀的皇孙在汉文帝继位的头三年中全部死去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这些皇孙的死和汉文帝有什么关系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王立群读史记者 文景之志第十集 三个皇孙 汉文帝是刘邦的儿子 他继位的时候二十三岁 继位又干了二十三年四十六岁才去世 而这个汉高祖刘邦的孙子 结果是三兄弟 三年之间全部死光 为什么 我们一个一个来讲一讲 先讲一讲刘湘之死 刘湘是刘邦的非婚生长子 刘肥的儿子 他继承刘肥的王位担任齐王 刘湘这个人 在汉文帝位入京城之前 一直把他看作是自己的亲信 因为汉文帝突然接到大臣的通知 让他进京继承大统 所以当时汉文帝感到很犹豫 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去他不放心 不去他不甘心 这种情况下 他对当时的刘氏宗族 也就是他对皇族派是怎么分析的呢 我们看两句话 方今内有朱须东谋之亲 外卫无处淮南狼牙齐带之强 这的话什么意思 当时立主这个戴王刘恒进京的 有一个戴国的大臣叫宋昌 他觉得这个时候 在朝中有朱须侯刘章 有东谋侯刘兴菊 外面还有什么呢 有吴王 楚王 淮南王 狼牙王 齐王 这些人 他们都是刘姓宗族 所以朝内朝外都有刘姓这么多诸侯王 有这么多猎侯 所以我敢断定 那些功臣们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 这个宋昌的个说法 代表了当时刘恒手下一批人的看法 是把刘湘这批人看作是自己的亲信 是自己可以一众的力量 而事实上如何呢 事实上这批人也是支持代王刘恒的 所以刘恒当了皇帝以后 对这三兄弟都进行了奖赏 齐王刘湘得到了奖赏什么呢 把他在旅后时期被夺走的三个郡 也就是承阳郡 狼牙郡 济南郡 三个郡还给他了 刘湘是一个手工之臣 他是第一个起兵反对吕氏掌权的人 刘湘的起兵可以说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 刘湘起兵以后 这个吕产不得不派大将军 这个冠英带兵去行阳 去镇压刘湘的起兵 所以如果没有刘湘起兵 工程派的冠英就不可能掌握兵权 冠英掌握了兵权 才能够拥兵自重 才能给刘湘联手 迫使朝中的这个旅士集团 赶到外部的压力 然后周博 陈平 才能发动这个政变 所以应当说 刘湘是一个立了很大功劳的人 是整个这场政变的始作雍者 但是他得到了封赏是什么呢 勿归远主 吕后世纪被割让了三个军给他了 但是没有增封 就是没有增加一点封地 所以刘湘的心情应当说是很郁闷 我们根据现在史书的记载可以看得出来 在汉文帝继位的当年 是死的两位刘姓诸侯王 这两个死去的诸侯王 一个是汉高祖刘邦的小弟弟 楚元王刘娇 第二个死去的就是齐哀王刘湘 这两个人一个是在爷爷的辈上 一个是在孙子的辈上 刘娇之死应当说属于正常 这个没有什么疑问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推算一下刘娇的年龄 刘邦死的时候是62岁 他死以后 吕后掌权掌了15年 假如刘邦不死 那么到汉文帝继位的这一年 刘邦应当多大呢 刘邦应当77 如果刘邦是77 他小弟的应当多大呢 他小弟应当是70左右 一个70岁的老王爷死去了 按照当时的年龄来看 应当属于正常 但是齐哀王刘湘之死不正常 他面临着两大疑团 第一太年轻 第二未患恶疾 两大疑团 我们可以推测一下 为什么说有两大疑团 我们先看第一点 齐哀王刘湘死的时候 太年轻了 这个年龄是 这种死亡 一般情况下 叫非正常死亡 这个叔叔没有记载 刘湘是多大年龄死的 但是我们可以推算一下 我们可以推算 刘邦和他的儿子刘肥 还有他的孙子刘湘 三个人的年龄的差距 刘邦有刘肥的时候 刘邦多大 史记也没有记载 但是我们大体可以推算出来 那个刘邦给刘和他的那个长子刘肥的年龄 按照我们今天的推断 我们说一个大致的框架 就相差二十岁或者是三十岁 假如说 那么刘肥再生下来他的儿子 齐哀王刘湘 这个年龄差距也在二三十岁 那么刘邦和他的孙子的年龄 差距应当是在四十岁到六十岁 我们可以知道 在汉文帝继位的当年 刘邦应当是七十七岁 如果他活着他是七十七 如果相差四十岁 那么他的孙子刘湘是三十七岁 如果是相差五十岁 那么他的这个孙子应当是二十七岁 是这么一个年龄 如果相差六十岁 那么他的孙子刘湘应当是十七岁 但十七岁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他还有两个弟弟 一个叫刘章 一个刘兴菊 这两个弟弟在吕后时期 已经封了侯 而且在宫中任职 所以这样看来 这个齐哀王刘湘和刘邦 这个相差的年龄 应当说在四十到五十 是比较合适的 相差到六十岁 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 那这样来说 那么刘湘死的时候的年龄 就应当是二十七到三十七 一个二十七岁到三十七岁 血气方刚 要起兵诛杀竹吕 要当皇帝的这么一个孙子 怎么可能那么早就死了呢 所以他死的年龄 有疑问 那是不是得了什么重病呢 史书没有记载 既然没有得重病 年龄又是在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 这个年龄 所以他这个死 叫非正常死亡 一位在铲除诸旅 拥立汉文帝登基 做出重大贡献的诸侯王 按照正常来说 他的去世 应该是有明确记载的 可是史书却没有记载 可见齐王刘湘的死 是有问题的 或者说他的死因是不方便说出口的 那么我们今天也只能做一点推测了 关于齐哀王的死因 王立群老师又有什么解读呢 那么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性最大的 是他咽不下这口恶气 咽不下这口窝囊气 因为这个刘湘起兵的时候 是截到他弟弟的信 他弟弟的信说明了 起兵成功了 让刘湘当皇帝 结果最后 成功了以后 不但没有当皇帝 而且没有一点增锋 就让他回齐国 去做他的齐王 所以刘湘受了一股窝囊气 这股窝囊气他咽不下去 我们可以看看 当时的一个背景是什么 我们不举齐哀王留乡 因为史书没有记载 我们看看齐哀王手下有一个大臣 这个人担任的职务是中尉 是齐国的中尉 中尉是什么呢 就是齐国掌管军事的长官 这个人叫魏伯 魏伯是立主齐哀王留乡 首先起兵的人 我们看史书的一段记载 齐王既闻此计 乃遇起救父四君 郎中令诸武 中尉魏伯阴谋发兵 这是史记 祈祷慧王世家的一段记载 这说明这个留乡起兵的时候 参与谋划的人中间 有一个人就是中尉魏伯 等到杀了诸吕以后 成功以后 这个冠英就在他驻军的行阳 召见魏伯 问他 你为什么鼓动 你们的齐王起兵造反 结果这个魏伯就讲了一段话 他说失火之家 起辖先言大人 而后救火乎 什么意思 如果一家人吃了火 那个救火的人 他来不及报告主人 他就立即先去救火了 言外之意 就是说面对着 吕氏集团的那个篡权 所以我们迫不及待的 要赶快去解救 挽救刘姓王朝 因退利古战而立 恐不能言 忠无他语 冠将军熟世校乐 人为魏伯勇 网用人耳 何能维护 乃罢魏伯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说完这段话以后 魏伯就退下来 退下来以后啊 这个冠英就在看魏伯 魏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两条腿哆里哆嗦 一直吓得直哆嗦 然后冠英就说 人们都说魏伯是个勇敢的人 叫我看来 他不过就是一个庸人 一点作用都没有 这才让魏伯走了 这段话讲了个小故事 小故事说明一点 像冠英这样的功臣 对竹侯王起兵都十分反感 对竹侯王的起兵都十分戒备 所以才把首先鼓动 齐哀王起兵的这个魏伯 招过来问话 这魏伯说完话以后 就下了两腿之打哆嗦 这个魏伯的两腿之打哆嗦 其实是很有讲究的 我认为魏伯这个两腿之打哆嗦 是个作秀 不是真的 魏伯其实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少年时候就很有大志 他年轻的时候 就想见一下 参拜一下 当时齐国的国相曹参 但他没有路 没有人给他引荐 他怎么办呢 他找到曹参手下的一个舍人 就是曹参的一个门客 他天天晚上跑到这个门客家里 去打扫卫生 这个门客第二天早上一起来 就看院子的呀 门口整理的干干净净的 所以他很奇怪 所以有一天晚上就不睡觉 在那等 果然等到了魏伯来给他打扫卫生 他就被魏伯抓起来 就问 你为什么天天来给我打扫卫生 这个魏伯就说了 他说我想通过您 去见当时的齐国国相曹参 但是我没有路 我只有先让您了解我 然后您为我引荐 所以这个舍人还不错 就把他推荐给曹参 曹参他的交谈以后 认为他很有才华 又推荐给齐王 齐王才封他为内使 就是管理当时京城的一个行政长官 应当说魏伯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绝不是一个胆小的人 所以我们说他在这个冠英问话的时候 装的两腿打哆嗦是作秀 他这个作秀的目的很明显 是想摆脱冠英对他的怀疑 如果冠英怀疑他 冠英可能把他杀掉 所以为了保全自己 他故意做出一个害怕的样子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一个事实 就是中国历朝历代 所有通过发动政变 拥立他人当了皇帝的人 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我们看看史记的晋世家 也讲了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晋国有一个国君叫晋惠公 晋惠公是怎么当上国君的呢 是因为有一个大臣叫李克 李克连续杀了晋国的两代国君 最后还杀了一个大夫 把晋惠公扶上位了 所以晋惠公即位以后 就把李克杀掉了 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当上皇帝的人 对发动政变的人 一直是存有戒心的 这就是 刘湘不受文帝信任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 刘湘起兵之前 刘彰给他写的信 是立齐王为帝 所以由于这两个原因 所以 汉文帝即位以后 对刘湘是竭力的打压 这个打压的结果 导致刘湘很快就死掉了 这就是刘湘之死 就在刘湘死后不久 汉文帝前缘三年 刘湘的弟弟刘彰又死去了 同样让人诧异的是 刘彰的死也是不明不白 从年龄来看 刘彰死时应该更年轻 史书同样也没有记载 他的死因 或者他生了什么重病 那么刘彰又是怎么死去的呢 他的死和汉文帝有关系吗 刘彰可以说是少年 英俊之事啊 在诸杀吕后集团中间 这个刘彰是立了大功的人 他杀了两个重要的人 一个是杀了吕后的外甥 当时的相国 北军的最高统帅吕产 第二是杀了常乐宫的魏魏 吕庚史 这两个人都手握军权的人 是刘彰一个人所杀 特别是刘彰杀吕产这件事情 告诉给当时的周伯以后 周伯这才彻底把心放下来 下令诛杀整个吕氏宗族 所以说刘彰是一个立了大功的人 而且这个人 还有一个值得圈点的地方 他还积极参与雍丽汉文帝 本来他是想立他哥哥 这个齐哀王刘湘做皇帝的 但是他们被排除在 这个功臣派 一个皇族派商定立皇帝的 这个会议之外 新皇帝缺了以后 他们是双手赞成的 我们看看史书记载 刘彰说过两句很关键的话 当代王刘衡被大臣们 拥立为帝的时候 代王刘衡一直推辞 这个刘彰就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紫红等劫非孝惠弟子 不当奉宗庙 就汉惠帝和后宫的宫女 所生的那个后少帝 说他这几个人都不是惠帝的儿子 其实他们真是汉惠帝的儿子 结果找了个理由 把这四个人全杀了 这是一点 而且第二点 大王高帝长子 一位高帝四 愿大王积天子卫 他称大王刘衡 是高皇帝的现存的长子 拥立他做皇帝 应当说这个人是很有 这个政治远见的 当他的哥哥继位失败以后 他积极地参与了 勇立汉文帝当皇帝 结果就这么一个人 最后怎么办呢 汉文帝 在文帝的前缘二年 把他一下子打发到 承阳担任承阳王 承阳是个什么地方啊 承阳就是他哥哥 齐埃王刘湘 齐国的一个郡 这个汉文帝这个做法很不厚道的 把齐埃王手下的一个郡 拿出来封给他弟弟刘章 做承阳王 这叫什么 这叫羊毛出在羊身上 我封你做个王 我封你做个王 但是你那个地是你哥哥的地盘 但是同时 汉文帝封了自己的三个儿子 这三个儿子所占的地 都是国家的地 这叫什么 这叫羊毛出在牛身上 这个牛就是国家 汉文帝在分封上 很不公正 而当时 由于刘章功劳很大 大臣们给 刘章原来许了有个院 我们看一下 汉书 这个高武王传 有一段话 讲到大臣们 给刘章许过什么院 大臣们原来是要什么呢 把赵国的土地 封给刘章 把梁国的土地 封给刘兴局 但是后来 汉文帝一听说 他们当初的愿望 是离他的哥哥 刘湘做这个皇帝的 所以就把他们的功 给抹杀了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第二年 他就在他的封国中故去了 应当说刘章之死 死得很冤 刘章是一个 非常有才气的人 他三兄弟中间 他的才气最大 也是最勇敢的 我们讲 吕后的 我曾经讲过 吕后很喜欢 他这么一个 这个孙子辈的人 吕后很喜欢 所以把他 把刘章 提拔到中央政府来 担任的一个 宫中的官职 吕后曾经举行过一次宴会 这个宴会的时候 这个吕后 这个吕后就让刘章 作为刑酒官 刘章当时就做了一个惊人之举 他说我是一个当兵的 那么你让我做这个 今天的刑酒官 那么我就先请求祖母 给我一个权利 我按军法行事 吕后当时很喜爱这个孙子 他就答应了 结果在喝酒的过程中间 吕姓宗族的有一个人 陶席 喝高了 想逃 结果刘章赶上去一箭 给他杀了 当时把所有人都吓呆了 吕后最后对刘章 没有处罚 因为他说在前 你叫我当刑酒官 那么我就按军法从事 果然 他按军法从事 吕后也无可耐可他 这件事以后 所有姓吕的都害怕刘章 所有姓刘的都依靠刘章 是个敢做敢为 有担当的一个血性男儿 他怎么可能 封到一个程阳郡做程阳王 一年以后就死去了呢 死得不明不白 这只能说明一点 刘章在庸立汉文帝当了皇帝以后 刘章其实心情非常郁闷 因为在整个政变的过程中间 无论是皇族派 无论是功臣派 都利用了刘章 刘章杀了吕鲲 刘章是相国 北军的首领 刘章又杀了吕庚使 他当时是常乐宫的卫位 刘章立了那么大的功劳 工臣派需要他 皇族派也需要他 他是立了一个这么一个大功劳的人 但是事过境迁 人未走 查以良 用完刘章 就把刘章抛弃了 讨论皇帝的人选的时候 不让他参加会议 他原来想要他的哥哥 刘湘当皇帝的 最后落空了 这还不说 封王的时候 又把他封到一个 边远的齐国的程阳郡 站在那个地方 还是他哥哥的地方 所以他心里头极其不满意 他只能自我消化 你想想他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这么大的窝囊气 都要靠自己的未来消化 哪有那么好的胃啊 消化不了怎么样 消化不了死了 这就是刘章之死啊 所以刘章在生前 充分地体验到了 人生的势力和人生的无奈 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刘章才死去的 刘肥的两个儿子 刘湘和刘章 相继去世 而且死因都是不明不白 引人猜测 而事实上 在公元前177年 刘肥的小儿子 他们的小弟弟刘兴居 也死去了 他的死因 史书记载是自杀 人只有在绝望的时候 才会选择放弃生命 那么刘兴居遇到什么事情 会让他选择这种极端的方式 来解决呢 最后 我们来讲讲第三个人 刘兴菊之死 刘湘死了 刘章死了 那么他的亲兄弟 刘兴菊怎么样呢 刘兴菊在他哥哥刘章死的当年 自杀了 他怎么会自杀呢 我们先看看刘兴菊 在戴王刘恒进京 当皇帝的过程中间 他起了什么作用 应当说在发动政变 逐出逐旅的过程中间 刘兴菊没有太多的表现 也没有他哥哥 刘章的功劳那么大 也没有刘湘那么 首先发动起兵 那么声势那么大 但是刘兴菊 也有他的功劳 他的功劳在哪 是在戴王刘恒进京以后 把在位的后少帝 给请出来了 请出来的当天晚上 就把后少帝弟兄几个人 全杀了 谁杀的史书没有记载 刘兴菊在戴王刘恒 当皇帝的过程中间 是做了贡献的 但是最后刘兴菊 得到了是什么呢 第一次封赏 像他哥哥一样 像刘章一样 两千户的封义和金千金 这是第一次的封赏 第二次 他哥哥刘章被封为成阳王 他被封为纪北王 纪北王那个纪北 是个纪北郡 这个纪北郡是哪儿的地方 纪北郡还是齐埃王刘湘 手下齐国的一个郡 你可以看见这个 这个汉文帝刘恒这个做法 其实给当年吕后的做法一个样 都是看着齐王地盘大 今天搁一块地 封一个人 明天搁一块地 封一个城 这样的做法 是吧 齐埃王刘湘 刘湘原来不是想当皇帝了吗 现在不要你当皇帝 回去 把你那三个郡给你 但是紧跟着 搁一个郡 给你的大弟弟刘章 再搁一个郡 给你的小弟弟刘兴菊 让你们三兄弟 都到齐国去 这可以说是对刘兴菊 也极其不公 不公正 汉文帝这个做法 我们可以说是叫一石四鸟 这个分分达到了四个目的 第一叫先仁后己 这给自己劳了一个名声 他先封刘章 做承阳王 再封刘兴菊 做纪北王 把这两个功臣封完以后 再封自己的三个儿子 这样皇子派说不出话了 有功了我都封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解分分 把刘章给刘兴菊 一下从京城 赶到边缘地区去 汉朝的西汉政府的中央 政府的所在地呢 在长安 就今天的西安 刘章给刘兴菊 封到哪呢 封到今天的山东那一带了 到齐国去了 把他从中央政府 一下子赶到边缘之地 这是第二个区别 第三 他这种分封的办法 是齐王的土地越来越小 本来这个齐王刘湘 他有很大的一片齐国的地方 今年我割一个郡 给你的大弟弟 明年我割一个郡 给你一个小弟弟 这样搞来的结果 搞得他哥哥刘湘的土地 越来越小 第四 刘章刘兴菊 最能干 加上齐王刘湘 他让他三兄弟 担任三个王 分而制止 便于控制 所以我们说 这种做法 叫衣食四鸟 结果衣食四鸟的做法 齐爱王 生气 死了 这个程阳王 刘章 生气 死了 齐北王 刘兴菊 怎么办呢 刘兴菊 造反了 刘兴菊 怎么会造反呢 这里有个背景 哈门帝 前缘三年的五月 匈奴的又贤王 攻入了当时 西汉政府控制的河南地 占据了今天 内蒙黄河以南的 河浩地区 这河浩地区的应当是 非常富属的一个地区 面临着匈奴的入侵 汉文帝刘恒 断然决定 派丞相冠英 带领八万多精兵 出征匈奴 然后派重兵 守卫京城长安 汉文帝刘恒 也借着出兵的机会 重新回到了自己的 代国的国都 就是今天的山西的太原 会见了当年的老部下 结果 祭碑王 刘兴菊 看到了这个机会 我们看 史记的 祈祷会王世家的一段记载 这段记载是这样说的 张死而兴菊 文匈奴大入汉 汉多发兵 是丞相冠英机制 文帝亲姓太原 以为天子四级胡 随发兵返于济北 天子文之 罢丞相即行兵 结归长安 使吉普侯柴将军 鸡破鲁济北王 王自杀 帝入于汉 维俊 这一大段记载 其实很简单 就是匈奴入侵 这个 汉文帝 也到了北方的边疆 继北王刘兴菊 觉得这是个机会 发动叛乱 刘兴菊一叛乱 汉文帝立即让 宰相冠英 带兵回来 然后派了一个吉普侯 让他带领大军 去攻打纪北王 结果刘兴菊 战败 被 辅 自杀 当然 我们首先应该肯定 纪北王刘兴菊的叛乱 是不对的 但是这件事 是事出有因的 他两个哥哥 都是生闷气死了 而他这个小弟弟 最后选择的道路 是骑兵造反 结果也死了 刘兴菊 判乱的原因 主要是两点 第一 汉文帝 私心作祟 汉文帝有私心 本来 刘章 刘兴菊 都是立了大功的人 汉文帝 能当皇帝 给他这两个侄子 有直接的关系 他这三个侄子 为他当皇帝 出了大力了 冒死叛乱 杀了朱吕 迎接了 代王刘恒 进京当了皇帝 但是代王刘恒 进京当了皇帝 反过手来 把他三个侄子 全部置于私底 这就是刘兴菊 反叛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 是刘兴菊 不愿意 接受这种 政治上的委屈 他的两个哥哥 一个刘湘 一个刘章 为什么两个人都死了 两个人受了窝囊气 窝囊死了 但是没有起兵 他这个弟弟受不了窝囊气 借着兄的入侵 反了 这一反 死了 刘邦三个最优秀的孙子 都死了 而且都死于文帝的打压 在这里我们看 看不到一个 贤明忍让的汉文帝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资助比较的一个汉文帝 在纪北王流星局自杂之后 纪北王的土地就全部归中央政府了 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到汉文帝前缘16年 汉文帝把刘湘 刘章 刘兴菊 这个特别是他们所在的一个土地 就是齐国的土地 分给了刘湘 还活着的六个儿子 一下子封了六个诸侯王 他把刘湘给逼死了 然后 十几年以后 他一口气封了刘湘的六个儿子 做诸侯王 为什么把你爹彼死了以后 十四年以后 给刘湘的六个儿子 全部封了诸侯王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 应当关注两个话题 第一 汉文帝对其他诸侯王 是不是也是 有几个儿子就同时封几个儿子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 对一位诸侯王所有儿子全部封王 是不是汉文帝的原创 我们可以这样说 汉文帝封一位诸侯王 所有在世的儿子做诸侯王 只出现在汉文帝的前缘十六年 而且只封了两个人的孩子 一个是其爱王刘湘的六个儿子 一个是淮南王刘昌的三个儿子 我们先说的封淮南王刘昌的三个儿子 淮南王刘昌是他的亲弟弟 这时候已经死过了 他一口气把他的三个儿子全封了 为什么封 因为当时他弟弟死的时候 民间流传了一个段子 这个段子对汉文帝影响很大 这个段子的原话这样说的 一尺步尚可逢 一斗米尚可冲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兄弟两个不能相容 指谁啊 黄四子 带王刘衡 黄七子 淮南王刘昌 一个是汉文帝 一个是淮南王 他两个是亲兄弟 结果他弟弟死了 人们就流传了一个段子 说汉文帝把他弟弟害死了 所以汉文帝一口气 把他弟弟的三个儿子 全部封了 在封他弟弟的三个儿子的同时 也把齐埃王的六个儿子 全封了 那么封一个诸侯王 所有的儿子 是不是汉文帝的首创呢 不是 不是汉文帝的首创 因为这个做法 源自汉文帝当时非常欣赏的 一个政坛新秀 这个人叫贾义 贾义提过一个建议 叫众见诸侯而少起力 什么叫众见诸侯而少起力啊 就是你把一个诸侯王 的土地啊 封得越多越好 封得越多 每一个诸侯王掌控的土地越少 每一个诸侯王掌控的土地越少 他的力量越小 越不可能对中央政府形成威胁 这个做法的本质 是通过加封的办法 削弱当时诸侯王的势力 这个做法 汉文帝很欣赏 欣赏这个做法 但是具体要做的时候 可以有两种做法 第一 全面不开 第二 有选择的实行 汉文帝没有全面不开 因为他觉得 那是一场赌博 那有可能 继续诸侯王的造反 所以他是有选择的 来实行 一个封了淮南王刘昌的三个儿子 一个封了 齐埃王刘昌的六个儿子 结果这一封 把语论给压下去了 也把齐国给淮南国 给越分越小了 但是这样的做法 能够让他的儿子们 心安吗 能够平息 齐埃王六个儿子心中的怨气吗 我们下面 我们这个系列 讲到 五楚七国之乱的时候 我们还会讲 且到那个时候 大家再接着听 但是不管怎么样 汉文帝继位以后 只用了短短三年的时间 既摆平了功臣派的周博 也沉重地打击了 皇族派中间 最有威胁的 刘湘 刘彰 刘兴菊 汉文帝的权力 受到了挑战 大大减少 他的地位 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但是 汉文帝仍然觉得 他的地位受到威胁 那么这个时候 汉文帝的皇帝之位 还会受到哪些威胁呢 汉文帝还会怎么样 来化解这些威胁呢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